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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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涌的云还会响起 它爱过那一片森林 但旅行终点只能是 拥抱你 我想活着永远陪伴你的风景 因为有你我去翻山越岭 这一次我会再次奔向你 从热带雨林到冰川南起 每一次呼吸蒸发后 越穿风花雨 自由世界的寻觅 早上 我掌摇 你为什么要把热带 不知道他醒来还记不记得 你也开花啦 我脑子里怎么竟是一些七七怪怪的画面 是做梦吗 不会是真的吧 昨晚 你先说 昨晚你务实地生蘑菇晕了 我就把你送回来了 难怪 我断片了 所以我有没有做什么比较出格的事情 没有 怎么 你经常做出格的事情 怎么可能 我做过最出格的事情也就是和那个 也就是跟你同居一室了吧 那个 牛奶里我堆了一些茶粉 清热解毒的 吃完早餐我带你去赶大吉 赶大吉 我期待很久了 西岩花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西岩花 你昨晚说的 我说的呀 所以昨天晚上不是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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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你需要浇水 我那个床还没收拾 浇水 鱼哥 鱼哥 家人们 是时候伸出你的原住之手了 我爹教给我一项重要任务 说我要是搞砸了 就让我带着我的画板 一块原地消失 是这样 夜市集团招商部的赵经理 来考察咱们村了 什么 夜市集团招商部 嗯 对 村主任亲自招待好几天了 那派头 那架势 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啊 他们是来谈投资合作的 我爹让我在大吉上 这个摊子 让我好好宣传 咱们古宴村的特色茶产品客 我 鱼哥 媳妇 你明明你得帮帮我啊 正好 我们也准备赶大吉 一起吧 完了完了 这次要是一碰面 我这身份不分文中传帮了 我怎么了 我 我好像 还有点昨天晚上 眼蘑菇的鱼朵 我拖延不善呢 你那蘑菇的置换程度 按理来说 不至于今天还发作呀 你至于 至于 没事 没事 反正我就不去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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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加油 加油 那个赵经理 天天赖吃赖喝的 还明目长奶相 村主人所要回靠 真不知道夜市集团 怎么会培养出 这样的员工呢 是啊 村民这连带着 对夜市集团都很反感 我突然觉得我好了 我们一起去吧 我都要看看 他们要整什么幼儿子 要不要吃这个 这个挺好吃的 这还有卖这种东西的 怎么感觉你这是第一次赶大吉士 我就是第一次啊 好香啊 我 我失忆了 那我可不是第一次 来来 都来瞧一瞧 看一看 本店今天打气球送大奖 来来来 二位 试试手气 今天只要连众失发 就送大熊 那个熊 是我的了 没关系 再来 一点小失误 好 没事 没事 再 再来 嗯 我厉害吧 厉害 走吧 那熊不要了 算了 肯定没洗 这小伙子还不如女朋友呢 都不敢现眼 你不是想看华堂人吗 在前面 你先去 我稍后就来 来 给你 哪儿来的 买的 买的 那为什么老板哭了 她是高兴的 走吧 去找盛盛他们 这也太好看了 对吧 这个 这个好可爱 这是用树干做的 对啊 古宴村茶 古宴村茶 来看一眼吧 要不要看一下古宴村茶 小朋友 你回来了 你哥 连小朋友都不看茶 这回我店真的要把我赶出家门了 我们的茶为什么就是卖不出去呢 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没有特色 但时间紧迫 也只能在现有的条件发挥了 倒也不是无可救药 盛盛 你的画笔呢 琪琪 你的国风服装呢 在啊 在啊 不管生意大小 独特的品牌形象都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让它成为整条街最耀眼的存在 服役和品牌形象契合的行为艺术 既传达美学又吸引眼球 很容易就出圈了 茶叶盲盒欢迎尝试 共分为十二种口味 一旦集齐 我们将赠送终身免费品茶名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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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不着急 都扫码啊 扫码 给你 来 您扫码吗 您呢 别急啊 都有 您的拿下 先扫码 先扫码 您的拿好啊 您的拿好 没想到啊 商品营销您 我哪懂 就是突然想到了这个主意 主要还是因为有你帮我 嗯 赵经理 罗宝爹 来了 爹 干嘛 就这边 你干嘛 赵经理啊 您看看 这些就是我们古燕村的特色产品 不是 这人谁啊 完全没有印象了 我说江村主任 你这什么意思啊 就这种垃圾货色 还想跟我们夜市集团合作 不是 您再考虑考虑 这些产品呢 在市场上很有前景呢 除非 你答应我昨天提的条件 村主任 容我跟赵经理说两句吧 好 请 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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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骗了 这个赵经理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跟夜市没有任何关系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你什么东西啊 你敢质疑诋毁我 我们夜市集团的法务部 可不是吃素的 你等着受律师函吧你 赵经理 消消气 可能是有什么误会 你最好放尊重点 你放开 你 你怎么想干嘛 你怎么想干嘛 你等着受律师函吧你 这么重要的合同 就能让你一个人拍板决定吗 我们总裁全间交给我处理的 是吗 这里有夜市集团公事的 招商部的电话 要不要合适一番 所以 你到底做了什么 最好从事招来 否则后果你担不起 我之前确实是 夜市集团的员工 不过被辞退了 这 这件事 都怪我猪油蒙了心 做了蠢事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 对不起 好了 现在误会解除了 这件事情跟夜市 没有什么关系 要我说啊 什么公司出什么样的人 上梁不振下梁歪 夜市集团肯定也不怎么样 这些大公司 哪有不行黑的呀 咱们哪能弄过他们呀 咱就守好这一亩三番地 我要相信他们 这事影响恶劣 看来古燕村的收购改造计划 还任重道远 明镜头 那这事影响 这事影响 我们现在的预备 那边 是什么 帮助 那边 我们现在的预备 还是 这个预备 一旦 这些预备 就是 这个预备 我们现在的预备 有什么预备 你也有什么预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